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哪开始介绍呢 我 我这次进去 进场 要带 三个相机 就是这个相机 它以为比较方便的一点就是 精密调色可以调的很好看 并且升级了之后 它可以外接 外置一个麦克风 但是我还没有 它拍视频很合适 脸部的 那个追焦 这索尼舞水有一瓶 又小又变形 性能又好 戴机场的第一手 还有一个相机 是前两天 我回家 回家拿了 我没有相机包的这条帽子 来当相机包 这应该算是一个 十几年前 就是 我小学的时候 我爸爸买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 我不知道它的CCP还是数码这样的 反正它拍出来的照片 是有一种 幅度有点高 然后 噪点会很高 这都很正常 还是这么小 不过它 它是按电池的 所以这还挺方便 拍底德 但是这个拍底德 比较羞耻的一点 是这个红色 这个红色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为什么买它 是因为 有一次我们要出去玩 前一天突然想到 需要一个拍底德 我就从重生买了一个 临时买的一个 但是我有想过 但是我有想过 我还买了一个 透明的壳 然后在那个透明的壳上画画 然后再盖住这个壳 就是能变成我自己的眼色 把它放进相机包 好了 这就是我三个相机 有相机就不能听到耳机 这次我要带进去五个耳机 就是这个 这个是比较 就是 它的音质 挺好 算还算可以 不过它架奏很厉害 并且冬天在外面带可以 拿耳朵 那这就是我其他的 这个呢 是我 运动的时候会带的 这个 这个耳机就是我高中的耳机 它是 书耳的215 就是 嗯 没有很贵吧 但是它的 好像是 算是兼听耳机 这就是普通的苹果 诶 苹果的 这其实不要花 还有一个耳机就是 苹果的iPhone 那个也是比较方便的 哦 那个降噪也很厉害 就跟这个有一批 除了耳机 还有我们的 这个 关于心情 希望能记录我在这 在大厂的几个月里的 生活会生气 给我们 利益 我们每个人买的 比如说 一个桌游 尤其 不多的 娱乐活动 还有 蓝沙 又弄 还有各种各样大叔 希望我们在里面 能有一个 愉快 积极向上 不断冲冲冲的四个月 参丹 都 参业 笔 哇 嗠 嗠